老师问你们是怎么看的 她们又该如何调整呢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我从这个角度看到 女生在侧脸的时候 都不是流泪 是泪流满面 那个眼泪水一直在往 从下巴这往下流 她下巴底下再低 对 所以我在想可见 她是有多大的委屈和痛苦 而在她们叙述的时候 我分明发现 在前半段的讲述 女生会偷偷笑 直到赵川问了男生 你的感觉是怎么样的 她说很累两个字之后 女孩一下崩溃了 其实我在想女生 你真的想听真话吗 还是你其实希望 她一直在骗你 明明你听到真话以后 你情绪一下失控 完全崩溃了 这可能是你自己 都没有想到的吧 对 但是我当时可能说 情绪会不太好 但是我觉得 这是我可以接受的 我不想最后 我自己发现她的时候 那个时候 我是更崩溃的 所以她今天告诉你 你要求她的一切 都让她觉得很累 两个22岁的年轻人 我反复看了资料 22岁 我跟赵川还在现场 朗诵过那首四月的纪念 那么美好的诗句 22岁 爬出青春的沼泽 你们俩现在是深陷泥潭当中 互相拉扯着 在泥潭当中 既无法自拔 也不愿意推对方一把 我想说这样的恋爱 不谈也罢 为什么要把大把的时光 花去改造一个人 为什么不去找一个 符合你心意的人呢 而你为什么 明明不喜欢这种改造 非要取义迎合 用各种谎言去讨好它 我觉得活得很累 你看你这阳光的小伙子 上来之后 眉头紧锁 满脸抱怨 不要这样的22岁 如果你们到我这个年纪 回想到当年的那个 阳光明媚的22岁 是这样度过的话 你会追悔莫及 后悔终生 谢谢 好 谢谢周倩老师 女生心目中的白马王子 我认为应该是这样的 生活习惯很好 注重自己的健康 学习成绩很好 还会谈吉他 并且能够充分地了解 你都是在把它 想象成为 你心目中的白马王子 而且这个白马王子 是无所不能 你要什么 就能马上给你变出什么 就比如那猫的那个事情 你甚至于把它逼到一个什么程度 他都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这件事情 谎话说的多了 他认为他自己也是可以做到的 他真的是满足于 你听到他说我能那会儿那种满足感 那种憧憬感 他享受那种感觉 但那是短暂的 同样 如果你心目中的人和眼前这个现实当中人是不一样的话 他装不成 你也逼不得的 他就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个人 改造不了的 所以呢你逼得越狠 他就会更多的应对的就是谎言 就是技巧 甚至于到后面他已经懒得去付出了 能做到的他也不做了 就比如你的生日 对不对 所以说当你试图把这个人改造成你心目中的那个要完全百分之百对应的时候 他不是就会很拧 所以最终你也不知道是被他骗了 还是你被自己骗了 你真的不知道他不是这样的人吗 你当然知道 你就不敢承认 结果你只能一次一次的被自己编制的谎言伤害 男生呢 你是比较了解这个女孩 你知道她享受什么 你知道她离不开你的是什么 但是你没有真正的去用心去做 你明明学的是由爱设计 为什么不敢去切个单呢 你的时间精力花在哪了呢 都花在什么去哄骗他吗 你有这个时间精力 你干嘛不把自己学业做好 你能不能自己说这话自己接得住啊 像一个男人一样吗 说到做到讲责任吗 是不是 如果真的喜欢他 那就从行动开始 好不好 不要再编织谎言了 什么是问题 你是逃避不了的 就迎难而上 哪怕从一点一滴 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去做 我觉得你们可能还是有机会 好不好 就这样 好 谢谢曲总 其实爱情酸甜苦辣 可能在不同的年纪会有不同的呈现 但是在我看来 你最大的问题女生 是因为你明明很聪明地感知到了 它不是你的菜 你却不愿意面对现实 你一直在说 我只是想要你一个解释 你做不到就做不到 你告诉我就好 其实你要的不是解释 你早就发现他根本没有能力 做到你需要的那个样子 你只是不愿意去面对自己的 选人的失败 但这就是现实 你要接受自己 在年轻的时候 我遇上一个清爽的男生 我喜欢了他 但是我发现他 其实不是我想要的样子 这不是一件多大的事 就不是说我们将来结了婚了 生了孩子 发现这个人有家暴 我怎么这么痛苦 没有 其实我觉得你应该放松心态 去面对这个他 他就是没有那份 特别有能力的爱 去给你一个你想要的温暖 他甚至做不到 每天早上跑个步 你不用管他是不是撒谎 那是他的问题 不是你的问题 你只要告诉自己 我今天看到了这个人 他不是我想要的样子 我选错了 那现在我接受 我祝福他 也祝福我 是你要做的事 男生其实你 你很让我担心 花言巧语 满嘴跑火车 你以为这样去讨好一个女生 蹦着脚着 高了探 就能探得上吗 我知道你喜欢他 但你不是用真心在喜欢他 你是用你做不到的 甚至是用套路 用不当的方法 你就是很爱这个女孩 我想给你一只小猫咪 我费了好大力气 就是一只特别可爱的小土猫 我告诉他 我真的费了好大的劲 会打动别人的呀 你干嘛用那些不真诚的方法 所以我觉得22岁太多机会了 你还有机会去赢去一段爱情 你们不合适 那就分手 彼此祝福就好 好 谢谢阎老师 我觉得今天这道题 我想得分成两个层面来说 第一个层面是人对不对 第二个层面是撒谎对不对 首先人对不对 我觉得这姑娘她不是在痛苦 自己找的人不对 她痛苦的是 她找那个人 有一些情况 不能满足她 你们两个人 展现出来的情感 不是插考是 很配的 为什么 你是掌控型的 她是取悦型的 你说 你可以跟我说实话呀 但我告诉你 不用她说 我就知道你会怎么样 如果她拒绝了你 当然允许她拒绝呀 但你会生气吗 会暴躁 会发怒 会不断地负面情绪 灌输到她身上 但是恰恰好 取悦型的情感模式 她最不能接受的 就是这种负面情绪 所以当你大量的情绪 输出到她身上的时候 她又受不了了 受不了的时候怎么办 她唯一能够想到的方法 就是用撒谎 来解决当下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 就人这个层面 一个掌控 一个取悦 你们两个人的配合模式 是没有问题的 问题在于什么 你们不知道 拒绝是生活的一部分 对你来说 接受拒绝也是生活的一部分 你可能从小就被人宠着 只要拒绝你 你就可以一顿发火 把他给憋回去 但是 人生里面 你迟早要接受拒绝 你要明白拒绝 是你人生里面必经的阶段 对你来说也是一样 学会怎么去拒绝别人 你现在不会拒绝你知道吗 你拒绝的方法是什么 你拒绝的方法就是我撒谎 撒谎是对不对 撒谎是不对的 你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你坦然地认为 我撒谎是你逼的 所以我撒谎OK 这就是大问题了 所以你一定要明白 直接的坚持有 曲折的坚持也有 但是用撒谎来坚持 是没有的 谢谢 好 谢谢陆琪老师 在生活里 一定不要做一个 什么都要的人 就是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底线 但是在生活当中 要想做一个幸福的人 要的越少越幸福 我举一个例子 就是当一个男生 我今天一个眼神一撅嘴 他就知道我要吃什么 把那个给我 我觉得人生已经很幸福了 你就不要再要求其他的东西 否则你会很累 这是你要去学的 关于你的问题就是 咱们最基本的做人原则 就不谈了 因为你出现了 就不谈了 不要给自己做那么多的人设 不要给自己的恋爱对象 做那么多的人设 你喜欢就好 时间留给你们 我知道我曾经有很多的事情 答应你了却没有做到 而且还欺骗了你 我也知道这些事情做得很过分 我以为这是为你好 实际上 这只不过是我自己的一些毛病 我以后不会再去 用一些谎言来去隐瞒一些事实了 我知道你现在说这些 可能说你想改变 但是 你偏太多了 好 时间到啊 谢谢两位 来请飞 我们节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 02-2360-6301 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 可以来电报名 不收取任何费用 小心被骗 来接下来看一看 这一对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 请开门 请开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放弃